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武建章自爆奋勇 愿闯重围班兵 阳临大喜 让他和港式兄弟带三百勇士当晚三更闯营 到了三更天 武建章带领港立民 港立强二将和三百骑兵直奔南陈大馆 他们挑开路上 一起那海杀进营中 哪知罗毅早有准备 亲自带人前来阻挡 武建章挥舞金枪来战罗毅 二人大战不到十个回合 二马一错登 武建章巧准时机 虚晃一枪 拨马往外就冲 罗毅刚要追赶 港立民 港立强兄弟二人举魂铁塘前来拦截 其余铁骑也趁机向前冲杀 罗毅大怒 指挥人马层层拦截 不一会儿 港立民 港立强救死于乱军之中 三百勇士也死伤十之八九 武建章凭一条大枪杀法厉害 舍命奋战 虽然身上受了十三处凋零剑伤 但终于带十余其杀出了重围 武建章马不停蹄回到京城 见杨坚报之随军对位之势 杨坚大惊 马上传旨 调安杨王高颖为二路元帅 带二十万人马即刻去解围 又命颖州王杨芳领兵十万随后致援 杨坚还不放心 让岳王杨素伟总接应 由宇文成都押送粮草物资 从京城调兵十万 也出兵搭救考山王 同时让太医为武建章精心医治剑上 再说高颖 杨坊两路大军会合齐聚当山挖外园 二人商议 决定里外加攻罗裔 反过来将南臣军队包围 想一战大破罗裔军队 不仅能解围 还可指导金陵 升勤臣后主 当晚 高 杨二位王爷指挥三十万大军 从两翼向罗裔大营发起进攻 杨林在山内听见沙声 知道救兵到了 便指挥人马向外猛横 哪知南臣也早有准备 太在秦旭早就带领猛将数十元和十万精兵 来帮助罗裔围困随兵 罗裔又献祭 用诸葛亮发明的一种火器 名叫牧人火马天雷炮 对付两路增援的随军 这牧人火马天雷炮 就是在牧人肚子里装上硫磺炭销 马身上擦上油 牧人骑在马上点起火来 冲向敌阵 此时随军正好中了圈套 火马天雷炮在前 南臣军队在后满山杀了 两军激战一夜 随军死伤无数 杨林 邱锐 韩亲虎 贺若碧 上师郎等好不容易杀出重围 宇高 杨二王一起败退 秦旭和罗裔指挥大军随后紧紧追赶 眼看随军就要被歼灭 正在这时 杨素带领十万精兵赶到 宇文成都一马当先 列阵挡住南臣大军 秦旭见随兵还有救援 陈兵连日激战已尽疲惫 就令停止追击 收兵回营 随兵经过这一场大战 伤亡过半 几位主将均已带伤 已无心再战 杨林和杨素等一商议 决定命宇文成都带三万人马断后 大队人马连夜班师撤回 太宰秦旭文报随兵已退走 认为随朝暂时不敢再发南臣 于是命儿子秦仪守马明官 猛将承则臣守长春官 大将师文庆守守春官 又命罗裔屯兵陆赫成 收复随军一气成职 太宰秦旭和女儿秦瑞珠 带领援军凯旋回京 陈后主文报十分高兴 认为随兵 随将根本不是南臣精兵猛将对手 今后再无顾虑 可尽情享乐 后主亲帅满朝文武百官 出城迎接太宰秦旭 君臣相见十分高兴 他又传指命水陆 大元帅双枪将定雁平 带金银 牛羊 煤酒等物品 去陆河城靠赏罗裔大军 罗裔和定雁平同朝为官 元旧相交甚好 闻得定元帅来的 盲帅重将出迎接旨 然后命人将金银物品封赏将士 罗裔白酒为定雁平接风洗尘 席间罗裔和定雁平谈起随军勇猛 杨林虽败必然不服 不用几年还要前来进犯 他怀背上书后主 先取幽烟十六周为后盾 然后再领兵伐随 双枪将定雁平十分赞同 说回去奏请后主 让他整顿水军 从广陵齐江口出兵配合罗裔 水汉两路伐随定燃成功 又谈到后主宠幸孔 将两奸臣 言论后宫都痛恨不已 双枪将定雁平辞别罗裔 回朝见后主交旨 把和罗裔定下伐随之策 面奏后主 后主正在高兴之时 便同意定雁平回去操练水军 听后旨意被军伐随 又让太宰秦旭安排罗裔出兵 太宰秦旭和满朝文武剑 后主有伐随之意 都非常兴奋 认为后主英明 秦旭马上派女婿罗裔率领人马 兵渡长江 反攻江北 越过黄河 直打河北地界 罗裔接到旨意 立刻带兵直扑幽烟十六周 一路上势如破竹 攻占了北平府后 便暂居再次歇马 罗裔为何着急夺取幽烟呢 原来 他早就看出后主陈书宝昏庸无度 宠信奸臣 只图淫乐 岳父秦旭性情中之 必然被恐 将等人排挤 早晚必遭后主罢灭 为了保存实力 免受奸臣暗算 才出此计 他兵屯北平府 意味的是如将来南臣伐随 也好配合定雁平前后加工 二位的是岳父有难 自己有立身之地 不受朝廷制约 战可攻退可守 秦旭得报罗裔 取下了幽燕九郡十六周 便把自己姑娘秦瑞珠派人送到北平 这样罗裔在北平和南臣遥相呼应 他又派人通知定雁平 怀北出兵伐随 而此时南臣后 主见天下暂时太平 便不立朝政 终日在后宫和美人张丽华集宫 孔等众嫔妃歌舞 孔范将总也投其所好 舔了一些吟艳词曲弹唱 恭起吟乐 朝中正直的文武大臣 见后主荒淫无道 又有孔范 将总二奸臣把持朝纲 都十分愤恨 就一同到相辅见太宰秦旭 商议如何让后主上朝礼政 远离美色和奸宁 以防随军进犯 秦旭早就想面君相劝 见仲大臣一说 他午饭未吃 就直奔后宫 闯进林春阁 让太监通报后主 后主正和孔 将二奸臣集中美人饮酒作乐 闻太宰前来 毫不扫兴 后主因秦旭是三十老臣 无奈只好传旨 请老太宰进见 秦旭见过后主 劝他物学下节 因咒 让他明日上朝礼政 不尽酒色 兴业爱民 后主低头不已 奸臣恐犯说 秦旭依仗是托过老臣 挟持主公 应当治罪 又问谁是奸臣 秦旭怒火满腔 怒斥奸臣 说孔家父子两倍 在朝蛊惑后主 言乱后宫 把持朝政 无所不为 让后主先斩乱臣和媚人 后主道 现在随君不敢来犯 太宰何必担忧 你年事已高 应回家养老 从此不必理会朝纲 交出官业 说吧 命人赏了太宰千两黄金 秦旭长叹一声 谢恩出宫 秦旭回到家中 众大臣上前询问面君情况 秦旭愤恨难当 讲述劝后主被罢官经过 众人无奈纷纷离去 秦旭命人修处 让秦仪和罗义防范随兵 从此便宜病不及 再说杨林第一次罚臣兵败 回去见随主杨坚请罪 杨坚劝其不要灰心 胜败乃兵家之常 让他继续操练人马 准备再次罚臣 杨坚又为杨林 选为女术人 陪伴左右 杨林谢过随主 正色说 不灭难臣 事不成家 杨坚大受感动 赏杨林金顶黄罗杖一作 让他从今后上殿 面君可不败 随朝大军随意调动 这一日 杨林文报罗义带领 三万铁骑和十万训练有素的精兵 直到河北 一直杀到北平府 占据了幽烟九郡 南臣水陆大元帅定雁平 也在广陵操练水军 他听后大吃一惊 慌忙上朝求见随主奏报此事 杨坚问文武大臣对策 岳王阳素道 可派人多带金银财宝到北国 让他们出兵攻打北平府 搬住罗义 防备他们两路紧盯 杨坚和杨林认为刺激可行 马上派人带礼物到北国下书 又派杨素领一支人马 由山东直到河南 杨义辰自领一支人马 也由山西直到河南 两路打军 卡住黄河两岸 挡住罗义 没过两年 杨林得知 陈后主旨贪图响了 不理朝政 又罢免太在勤绪 奸臣当道 人心不稳 他认为 时机一到 就和随主杨坚商议 要二法难臣 一血前仇 杨坚传旨 让靠山王杨林 忠孝王武建章 带领二十万精兵 由长安出兵 先去马明关 长春关 寿春关 再夺广陵 宁秋瑞 韩秦虎 贺若碧领兵二十万 由南阳 禁兵烟湖和金陵 再说杨林 武建章一路 两位王爷 让大将上师朗为 先锋领兵 直奔马明关 离关二十里 扎住大寨 第二天 杨林命将是 饱餐战犯 他要亲自带 五千精兵到 关前讨战 镇守马明关的 首将秦仪 是太宰秦之子 家传简发 无人能敌 他是南臣 有名无敌将之一 秦仪知道 妹夫罗毅和定艳平 定下两路伐随之际 后又听说 罗毅夺下北平府 十分高兴 可近期家中来信 说父亲被后主 听信奸臣谗言罢了官 在家一病不起 信中嘱咐 让他防范随军 再次进犯 他十分担心 父亲病情 要回去看望 不料随兵已到关前 他大失意境 秦仪披挂整齐 登城楼往北观看 见正北扎下了一片连营 靠山王的旗帜 在空中漂白 他命四元副将守城 又让马同秦安 牵过黄雕马 备好赎铜俭和虎头金枪 要领兵出战 秦仪点齐三千铁 骑出官厉害阵势 秦仪手下大将张瑞一马飞出 高声鹤道 随将无故犯我边境 岂我难尘无人们 随将李明催马举刀喊道 天兵已到 快来受死 二将话不投机 双刀并举站在一处 二十多个回合 李明渐渐有点力竭 随迎先锋关上 施朗一见李明不敌 挺宝枪来战张瑞 战步三合 二马错灯 上施朗回身一枪杆 将张瑞打于马下 上施朗并没取张瑞性命 让其回去换秦仪出马 秦仪见张瑞败回 知道来将厉害 就亲自出马来到阵前 双方通了姓名 格举长枪站在一处 二百多个回合未分胜负 此时天色将晚 便各自收兵回营 第二天 秦仪持双剑出关 单点上施朗厮杀 二人又打了四十多个回合 秦仪使了马上撒手剑 回马飞捡打中上施朗后背 上施朗大叫一声 报安吐血 败回本队 杨林见上施朗败回 十分心痛 忙命人调治 然后点队出营来到阵前 秦仪回营取了虎头枪 二次列阵来见杨林 杨林对秦仪说明 陈后主怎样荒淫无道 劝秦仪归降 秦仪不肯降随 二人话不投机 站在一处 直杀得难分难解 站到正午各自收兵用饭 午后未时 对方又亮队交锋 站到日落收兵 天黑定更在亮队 直站到半夜三更才收兵 第二天午时 二人来到阵前也不搭话 杨林举棒就打 秦仪横枪招架 打了一百余和 秦仪使出连环撒手剑 双剑飞出直打杨林 都被杨林用球龙棒克飞 原来球龙棒正是双剑克星 秦仪见撒手剑 不能取胜 又挺枪与杨林交锋打在一起 杨林心说 我这对球龙棒 敢说天下无对手 想不到遇见这么个对头 就这样一直战了三天三夜 二人未分胜败 高低 秦仪三更收兵来到府内 摆上酒席 与夫人宁氏 儿子秦琼一同用饭 又把马同秦安叫过来 也为秦仪十分爱惜秦安 早收为义子 把秦家枪法 三十六手翻天剑 都传给他了 秦仪对秦安说 所有我家的枪法 剑法你依然学会 唯有我秦家的绝技六手撒手剑 我还没传给你 你拿起两根筷子来 拿它就当双剑 我传给你吧 秦安答应一声 跟着拿起两根筷子来 秦仪就把马上三招 布下三招口诀 传授给秦安 秦安说 素着我向您打听 这撒手剑的招法 您总不肯告诉我 今日为何把这绝技都交给我 我想您必有用意 秦仪笑着说 好机灵的秦安 我秦叔宝 已年方七岁 此次我与随兵交战 如有闪失 你可以将我这秦门绝技传授给他 又说从今日起 秦琼排行第二 让秦琼管秦安了 叫大哥 秦仪对夫人 秦安说 你们有所不知 杨林杀法骁勇 我并非他的对手 只因他一心想劝我降随 才手下留情 我打算今天将家事安排定妥 明天出关要与杨林决议死战 秦仪让秦安携带夫人 秦琼先去长春关找总兵成泽臣 让他发兵前来助战 如果明天打了胜仗 自然是平安无事 如我阵亡 赶紧回山东远急 秦仪讲完 何家老小全都哭了 秦安劝说 秦仪等成将军来了共同破敌 秦仪答应 次日清晨 秦安被好车辆 宁是夫人带着秦琼 收拾了一些细软物件 金银衣服 以及家传的瓦面金装俭 直奔长春关镜等消息 哪知杨林又到关前讨战 见秦仪不出 就命人百般辱骂 秦仪大怒 船令响炮开城 率领人马 出城和杨林交锋 两个人又打在一处 只打了八十多回合难分胜败 突然两马对头 秦仪颤枪就扎 杨林往左边一闪身 将双棒立起来 往右边用力一推秦仪的枪杆 不容秦仪的枪变招 举双棒搂头盖顶往下就砸 秦仪急忙横枪招架 当的一声 秦仪大叫 拨转马头往西便拜 杨林一看秦仪败走 以为砸伤了她的两把 拱当就追 口中喊道 秦仪 哪里走 杨林的马眼看追到秦仪窃进 忽见秦仪猛的一翻身 用败中取胜的绝招翻身锁喉枪 往杨林面门猛扎 杨林知道中计 吓得把眼一闭 喊一声我命休也 秦仪满想这一枪准能扎上 就听咔嚓一声 把两手震得生疼 急忙抬头一看 枪尖正深深地扎在一棵树上 杨林睁眼一看 见秦仪的枪正扎在她身旁的一棵树上 不禁吓得浑身是汗 就在这紧要关节 杨林急催坐下马 来到秦仪进前 白河亮智 分身一棒 右手棒正打在秦仪的面门上 扑斥一声 秦仪的尸身掉下马来 杨林先哈哈大笑后 又叹息不止 这时 南边来了一队人马 正是长春关总兵程泽臣 领兵五万钱来帮助秦仪破敌 他半路遇到秦安等人 宁是夫人让程泽臣赶紧前往马明关支援 程泽臣领兵正往北走 突见黄标马落荒而来 程泽臣知道必是秦仪阵亡 马明关支手了 他正在狐一之际 杨林大队已经杀过来 程泽臣让一名副将把黄标马带回去交给秦安 他一举大幅 带兵来战杨林 程泽臣非常勇猛 连批几员随将 但终不是杨林敌手 十几个回合也被杨林一棒打死 马明关和长春关的兵将建主将阵亡 军心无主 都陷官相随 杨林命人将秦仪的尸首找回 把他的窥开甲咒 虎头赞金枪收起来留念 在马明关南门外给立了一座石碑 杨林马上领兵攻打独春关 独春关元首将施文庆 已被调往烟湖 知有副将黄文静带兵留守 黄文静闻听秦仪和程泽臣二位 猛将军以阵亡 料想不敌杨林 就弃官逃跑 杨林命人搜寻秦仪和程泽臣家眷 但已不知取向 杨林让大军在寿春关休整半月 又乘胜领兵到了广陵长江渡口 把守长江渡口的正是南陈水陆军大帅 双枪无敌定燕平 这定燕平父亲定国本 原是北齐都尉 娶妻于是生义子取名燕平 义女取名小家 定国本为人执政 因西宫娘娘之父 国丈范婷玉生日未尚受礼 被诬陷投入大牢 满门抄斩 定燕平 定小霞兄妹二人被家人救出 偷偷送到玉华山父亲的师兄林穆森家中 林穆森怕范婷玉找上来 就带着兄妹二人和女儿巧云 到安阳投奔侄子林发祥 林发祥是安阳少帅高颖的中军护卫 高颖也知道双枪定国本被国丈陷害致死 十分同情他们就暗中收留和照顾 从此林穆森就交定燕亭 林发祥武艺和兵书战策 十年后 定燕亭武艺学成 要为父报仇 林穆森就把女儿巧允许 配给定燕亭 让夫妻俩带妹妹小侠头男臣 正改上太在秦旭招贤 因定燕亭文武双全 被任命为大将军 后又为水军元帅 上次罗毅破敌后 定燕平本以为和罗毅定下伐随之策 能顺利实施 哪知臣后主无道 只图享乐 无心过问 后得知罗毅取北平作为基地 但被北国和随军伴主 他心中十分着急 这天他在军中和副元帅江超 及重将商议军情 探马来报 马明官 长春官 守春官失守 亲已成泽陈镇王 阳林大军二十万亿来到广陵寒江关 定燕平和众人文厅 都大吃一惊 副元帅江超是 奸臣江总亲兄弟 仗着兄长势力 早就想夺大元帅职位 他向定燕平讨令 要带人出战 立功数位 定燕平 劝他要暂地随军锐气 使其疲惫在寻机出战 江超不听将令 私自领兵五万迎战阳林 阳林听说江超挑战 便亲自出马会斗江超 二人刀棒并举 打了三十回合 阳林一棒打中江超肩头 江超大败而回 定燕平得知 江超为令 出战十分生气 马上带兵前来救援 正改上江超败回 他拦住追兵 叫阳林出马交战 随军先锋 大将上师朗出马 定燕平派大将田方出战 二十回合被上师朗挑于马下 大将田力举刀来战上师朗 十几个回合又被刺中大腿败回 猛将邱振卿 五几处马迎战 尾出三十个回合 也被上师朗刺伤手腕 定燕平大怒 飞马持双枪大战上师朗 二人打了七八十个回合未分胜负 上师朗因被秦一打伤 还未完全恢复 渐渐不敌 被定燕平一枪刺中后背 幸有棉竹保甲护身未被刺头 阳林见上师朗败回 晃一队水火球龙棒力 站定燕平 双方大战一百五十回合未分胜负 二人互相佩服 约定明日再战 各自收兵回营 第二天又苦战三百回合 还未分胜负 第三天两马香蕉又战几十回合 定燕平假意露出破绽 让杨林用双棒把他的左手枪磕飞 他拥有手枪击刺杨林灭门 杨林大惊 躲闪稍慢 被挑落头上五龙关 头皮也被枪划破 杨林虽然败回 也赞叹定燕平武艺高强 他知道营中无人能胜定燕平 就和武建章商议办法 忠孝王说安阳王高颖和定燕平相识 可派人到安阳请安阳王高颖来 劝说定燕平相随 不日 安阳王奉命来到三江口定燕平大营 定燕平因当年曾受过高颖的帮助 便热情设宴款待 习间高颖说陈后主无道 劝定燕平为天下黎民着想 归顺大随 定燕平因后主对他不薄 不愿归降 高颖也不勉强 告辞回到隋盈见杨林 杨林无奈 还要会斗定燕平 这时 杨坚派传指官到隋盈 说昌平王秋瑞 韩秦虎 贺若碧等 在燕湖多次被南臣大将 施文庆打败 又说北国因隋军为出兵 帮助他们攻打北平 被罗毅打得落花流水 他们痛恨隋朝 已绕到前来攻打安阳等地 皇上命杨林和高颖 马上班师回朝救援 杨林长叹一声 对中将说 二次罚臣本来开具很好 眼看就要得胜 没想遇到定燕平 又半途而废 他命人通知昌平王秋瑞 也回师会合 然后拔营撤军 与之后事 请看下集 三路灭南臣 对中文字幕 Cash